7月1日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表示 香港国安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任由各种反中乱港势力兴奋作浪 不仅会毁掉一国两制 也会毁掉香港的繁荣稳定和港人扶植 当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 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和张晓明 介绍香港维护国安法有关情况并打击者问 张晓明指出 这部法律标志着中央更加注重法治思维 更加注重标本监制 刚柔相继 更加注重用好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权力 并且和香港特区的治理体系有机结合 从而把握香港局势发展的大方向和主导权 这些都会在日后转化为治理效能 这部法律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首富省 如果任由各种反中乱港势力 在香港兴奋作浪 甚至把香港变成对内地进行渗透颠覆活动的基地 这个对香港来说绝对是祸不是福 不仅会毁掉一国两制 也会毁掉香港的繁荣稳定 毁掉香港居民的夫子 这部法律就是要惩治 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 对他们高悬利剑 对干预香港事务的外部势力 形成政策 充分地保护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和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自由 也包括充分保障 在香港的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所以他将发挥呢 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的作用 张晓明还表示 香港国安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是一国两制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是中央完善治港方略的新标志 也是香港发展重返正轨的转折点 我听到许许多多的香港朋友 都表达了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香港变乱为治 绝境重生 正其实也 我认为 这一步法律 确实可以流断乾坤 产生变局效果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依法可安相将 这一步法律 就可以安定香港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介绍 从法律规范的性质属性看 香港国安法是一部 兼具实体法 程序法 组织法 三类法律规范内容的综合性法律 它的公布实施将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 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有重要意义 这部法律的公布实施 这部法律的公布实行将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 有效地防范 制止和惩治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堵塞 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存在的制度漏洞 这部法律的公布实行 对于新形势下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具有重大的而深远的意义